onym 喂喂晓鲁 rouge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6日 即是這些呢 自曝期短呢 還是他們自己公開 想不到那個描寫系多麼刻畫入微 完全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有一篇這樣的報道 就是你掩蓋不知道的時候 雖然那些人做過一些壞事 但是你躺在一邊 你不知道他在那種叫做 就是離流之際這四個字 應該是形容好人的 他們那些應該就是 即將氣化之時 正如目前 學那些不知道什麼 呼吸器材啊 心跳器材啊 那個蘇冠啊 又甚至乎現在 你都預訂不到 他是新還是 何君堯說那個 是不新 到底是新還是不新 這個董建華 即是向左再出發了嘛 話說 范紅領啊 所執掌的這個醫療體系 已經進展到 是人都懷疑了 我都講過的 是必然的 領導的病情 不是通常是一個秘密來的嗎 就是金和 這個是亞洲周康 那個父老片 就叫做 江順 那似乎這個人呢 人物是非常之講的 有些人就說 這些是惡貫了的滿營 如果不是 你又怎麼會認識這麼多 那些 你見不見到啊 那個聯署裡面 整班人 都是那些梁美芬啊 譚耀忠之柳 那金和 他們呢 包括大公報 不知道是不是要開這個人仔拖 那個是人際醫院 就不是人仔醫院 不修人仔的 話說 這個叫做 資深傳媒人 即是不姦了很久 經常的 你可以當他是香港胡錫進那些 這個作家叫做江順 就不知道呢 平時呢 你在那些 天空的藍那些group裡 收到的信息各樣 如果 你要有個總編的時候呢 是不是這些人發放的呢 他知道不好啊 那據報啊 即是大公報說的 不是我說的 那個叫什麼 龍眠山 他就說了 啊 在他的生前 啊 怎樣啊 哇 入院的時候呢 那種痛 是令到他啊 就寧願 不治好過 將個頭啊 以前呢 那些臣子會這樣做的嘛 朝這個柱子那裡 啊 奮力一敲 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那當然啦 他沒有這樣的勇氣 那結果到最後 都是好像詩煙那樣氣化了 啊 那話說啊 他又找回詩煙 即是當日呢 譚耀宗煽了他 啊 搞錯了 那時候呢 他應該是第一代 譚耀宗是第二代 譚耀宗他是說 接種完這個 科興之後呢 是會好訓了的嘛 而我一向都跟大家說 我是很鼓勵人去接種的 你你你你你 還有你 快點去嘛 但是群體的免疫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很響應政府的呼召 只要我了 不好意思 我叫你響應 是不是很盡忠職守啊 Anyway 那話說 這個 江信 說一聲 已經去探試煙了 哇 數了幾多人 就不知道是不是 Death Note有用啊 真的 包括誰啊 這個 蘇惠德 董建華 然後現在又來個江信 Anyway 就是他們呢 就覺得香港 醫術高明各樣 是不是啊 嘩 包生仔的 就是 入到去 就一定要 醫好回來才給你 就是這個 十月真是神奇啊 甚至乎 美國那邊 都有個叫 克林頓的 大家都記得他啊 萊溫司機 那目前呢 實在太神奇了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誰是江信 但是可以跟你說 他一定是個大人物 只不過不出名 什麼叫不出名的大人物啊 你看到 董建華 其他人 都未出聲 而江信呢 所有的人都跳出來 看那些人的動作 而不是看 那個人出不出名嘛 可以說這個人 隨時是居中聯絡 甚至乎 即是錢、銀、交易 各樣 都是由關的一個人物 那好啦 結果 氣化了的時候 那些家屬 當然就非常之不滿 那人制醫院呢 都是照說的 那說到了 院方是願意和家屬溝通的 一件好事啊 家屬能不能夠釋懷 就另一件事啊 很明顯不能夠 那另外 跟著大公報就說了 這幾年啊 那些醫院各樣 那些事故各樣 層出不窮 無其不有 簡直啊 令到市民 對公立醫院服務質素啊 的信心 毀於一旦各樣 而將所有的問題 都歸咎於醫護人手不足 是無法令人信服的 那即是怎樣啊 那你說完那想怎樣啊 啊 那 我給這條招來啦 最責我知 那些人都是奶地眼的啦 但是沒什麼所謂 你今時今日不走那些人呢 醫護大把世界 啊 你去英國又行 去美國又行 去台灣又行 去加拿大又行 去澳洲又行 所以留在那些 都是為虎作什麼的啦 那所以 喂 我又支持喔 如果你覺得人制醫院做得不好的話 欸 整間搞定他 全部啊 一反正你這麼懷疑的時候 逐個查問咯 好像食神那樣 欸 快點說 一起你做奶療牛丸呢 那些咯 逐個問 還不是 請出包大人 展護衛的弟弟 展護照 啊 那跟著啊 禁止他們的子女各樣移民 再引入非本地醫護 啊 我覺得求仁得仁啊 真是瞄手人心啊 那我 Anyway 這個大公報的龍眠山呢 就教精那些醫護人員 他就說 你當白古佬港古呢 行醫不單只是一份職業 除了專業之外啊 做得更要高尚 欸 可能呢 啊 扔他們回去 然後呢 學校那些什麼 學程教育啊 考基本法啊 你醫護不用考啊 敢跟你講啊 否則 就做不好醫生了 跟著又 順便讚一下中醫啦 他就說 中醫跟西醫就不一樣了 要以病人的利益 為先 創肇啊 跟著說孫師妙啊 什麼大醫精成那些 就說什麼 對待病人啦 就要好像對待自己親人一樣各樣 跟著又說 那些西醫太過自大 香港醫科那些呢 五星星入去那些 踩個自負 那又包底啦 就說現實裡面 道德高尚 令人尊重的好醫生就很多的 但無法否認的就是呢 都有一些不負責任的 欠缺對病人家屬同理心的 跟著呢 就說別人不得呵護他 說什麼 欸 你去到那個仲裁庭 就會查明他那個江信 為什麼會香了的這件事呢 可以再出發的 那又說 令他寒心啊 對每一個人都這樣說的啦 對達官貴人 你那些江信那些 就要用另一種說法 你知不知啊 這個人是泛紅領恥 由於醫管局 我說你聽為什麼 HA自己有一套守則的 你是不可以亂說話的 如果你亂說話的時候呢 到時候咩非那個是你啊 說多就錯多 所以一向他們 對每一個人 都是同一系統的 你做醫護 你知道我說什麼 無論對病人 病人家屬 任何的人 他們都是有罐頭文回應的 當然啦 大哥 你不用這套 舊了東西 就到你什麼的嘛 正還是怎樣 哎呀江信先生 那你不應該找些醫護做 你應該找Customer Care去做 搞錯了那個部門啦 所以啊 反正吳井月娥 都想打造這個大灣區醫療的啦 引入非本地醫護之時呀 不妨照顧一下病人的需要 那就多個客服 真是撫慰你的心啦 哼 還有如果 你真的覺得 不是幾好受的 喂不如 你又將那些什麼 孔繁毅呀 許樹昌呀 袁國勇呀 喂 稱出來他們什麼非啦 就是為什麼他們什麼非呀 他們教識下面那些怎麼說話咯 就是正如 那個22歲仔以後沒有行醫 還是還有啊 手抖都可以呀 就是跟袁國勇 他又聰呀 自己懂得怎樣接種 甚至乎怕你們那幫傢伙 亂按在那裡跟他搞 他自己同自己來 360度示範給你看 怎樣去接種那些洋人疫苗 很明顯那時候已經知道些東西啦 跟著 發表了個報告 原來一早知道這些東西 又不肯說呀 收埋收埋 不過例如孔繁毅 就跟那個屍體仔 那個在床上 還在流口水那個 跟著在那裡說什麼呀 他天生 那個腦那裡 那些微思血管各樣有事 所有的東西 都不關鄭松泰 也不關謝賢士啦 就是 只有你 你你你 和你 就不幸運了 咦那我也同意呀 OK呀 你無情百事 幹嘛走過去呢 是不是呢 我覺得是的了 我一向都同意專家的說法 你不同意不緊要 我最多給你一隻公仔 你是呀 好人好者 幹嘛無緣無故 你說 那些 工作需要 不是你的問題 是林鄭月娥搞到你這樣 林鄭月娥你媽媽 負責還要照顧你呀 一輩子跟著你 不是呀 你自己去決定的嘛 此地不留人 就自有留人處 你認為這裏不行的 你就換個個牆咯 就等於那些醫護 你認為 香港的環境不好的 就換個個牆咯 不是呀 以後要包醫好的 萬一有什麼事 嘩 隨時 你全家變成澳拜 Anyway 那大公報描述的 啊又真是幾仔細 說什麼江信 啊在之前呢 就那些不知什麼 那些痛呢 是令到他不想怎樣去生存 不各樣 而家屬又非常各樣不滿 跟著醫護那些呢 的回覆就非常那麼冷漠各樣 那你想怎樣不冷漠啊 節愛啦 不是節福 即是可以跟你講 他今時今日這樣氣化 啊都是那些叫什麼呀 氣化有餘辜 或者氣化不足色 那又難得上了頭條東方 都為他留了一個板位 我都是那句大人物來的 又是星光的 就是這樣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裏 好 好 好